聽說你有一個一個秘密清單 叫人家閉嘴啦 説一下這個清單手啊 哎呦其實也不是什麼叫人閉嘴的清單啦 只是我自己為自己列了一個 我一定要轉職軟體工程師的理由的清單 哈囉我是魚豪 歡迎收看工程師與他們的產地 那我們這個節目主要呢 會邀請各行各業的人 那他們因為有新的目標 而決定轉職成工程師的故事 那你們有聽過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嗎 這次在講一個主角呢 他有一個皮箱 然後可以從裡面召喚出很厲害的怪獸 我也有一個皮箱 那我現在呢 就要來召喚厲害的工程師 來 今天我們邀請到T-R-MeJava就業班的學姐 陳語婷 露露 現在是紅洋科技的軟體工程師 歡迎語婷 露露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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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 大家好好朋友 下一代在唯一T8米期間 一定都會逗留的非常開心 一定物超所值 你現在不是軟體工程師嗎 怎麼感覺很像是想要賣什麼東西 因為我以前的工作在旅遊業 而且我業績非常好 我還有導遊跟理對證 這樣怎麼會想要轉資成軟體工程師啊 因為我喜歡旅遊 所以去擔任旅遊業業務 但是在旅遊業有將近五年的經歷 但是後來開始覺得說 就算在努力旅遊業的限制跳板還是有限 一年頂多60萬左右 那再來就是因為2020年的時候有遇到疫情 那一年的底薪只有兩萬八 於是讓我相信決心轉職 接著因為我平常也有看一些商館內書籍的習慣 然後開始意識到軟體工程師這個領域 你會不會就是不知道要從哪邊下落 就我的意思是說就是比如說你在找學習資源啊 或者是你有沒有什麼老師或是朋友有相關經驗 不然你怎麼去學這些東西 我有先透過買線上教學的課程 學習教授事故一個月 來確認自己對城市學習這一部分 是喜歡或是不排斥的 所以就決定要轉職軟體工程師 你轉職的時候會聽到一些聲音 會說就是你很不適合啊 或者是很蠻之類的 聽說你有一個秘密清單 叫人家閉嘴啦 所以叫這個清單手啊 哎呀其實也不是什麼叫人閉嘴的清單啦 只是我自己為自己列了一個 我一定要轉職軟體工程師的理由的清單 那因為在轉職軟體工程師的過程當中 真的會聽到很多阻撓的聲音或是負面的聲音 就算你學完了你也沒有辦法轉職成功 那時候已經相信決心我要轉職軟體工程師了 我就沒想到一個理由 我就把自己列下來 我真的列了非常多我要轉職軟體工程師的理由 說服自己跟加強自己的決心轉職軟體工程師 如果問題通常是誰會說你有可能沒辦法轉職 很多啊就是你身邊所有人都會說你沒有辦法轉職成功 朋友會說你不適合啊 或是會覺得說這個不是相關領域的 你就算學了你也不一定會找到工作啊 那所以你的秘密清單是大概長什麼樣 就是你怎麼說服自己 我那時候真的列了太多詳情東西 我看一下我的小粉絲 主要的話我就是覺得 因為科技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我要他要去世上不要被社會淘汰 那另外就是我要成為一個可以解決問題 團隊合作製造更多方便系統的人 你會讓自己更有成就感 以成為一個連收入破百萬的人 有足夠的資金來完成自己的理想願景 買房投資跟旅遊 買房投資 對買房跟投資跟旅遊 我的夢想就是想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 那還有跳出目前收入水平的階層 如果轉到軟體工程師的話 至少滴均都有40顆以上 程式語言不受低域限制 所以其實到世界各地其實都可以工作 然後你要去別的國家工作也可以 另外就是想要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還有異議之長 跟提升自己的不可取代性 每次只要有所動搖或是 別人講一些負面的聲音的時候 我就去看我要轉職的原因跟理由 其實你很多條都是可以跟你的 之前旅遊業結合耶 因為比如說你想要接案的時候 就你就可以到國外去 就等於說你旅遊跟工程師都結合了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旅遊 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的工作可以不受地點所限制 那未來我可能可以邊做我喜歡的事情 然後可以邊接案 然後增加額外的收入這樣子 回顧整個你的經歷 你對現在的生活應該都覺得一切都蠻值得的吧 自從我現在轉職到現在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時間 覺得當時下的這個決定真的非常的值得 等一下我今天要你來不是只是要跟你聊那些的啦 其實我想要跟你來個靈魂拷問 什麼還有拷問有實在太嚴酷了吧 其實也沒有到很嚴酷 因為老實說這就是我們在網路上收集 就是網友的一些對轉職工程師的問題 那因為你現在是過來人嘛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你可以就是挑選這些問題 回來一下他們想知道的一些小秘訣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隨便先選一個 對對對 那這一個吧 不這一個 嘿 念事實怎麼說服企業 你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主要是T-Mami有完善的課程規劃 課程結束前都會完成一個小組專案 那那個專案其實就可以讓公司去知道你具備的 轉職軟體工程師一些基本的能力 只要再透過那個專案去面試 相關工作基本上都可以提升自己的價值 讓公司了解進入這個領域工作的能力 下一個問題選這一個好了 進入職場後有哪些狀況是最艱難的 其實你在進到這個領域之後 你除了基本上要完成工作交辦的所思想以外 第一年你還要去而外提升自己的能力 可以更有效率更快速的來完成工作上的項目 好 在職場上怎麼跟老鳥相處 我目前有待了兩家公司 我現在第二家公司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領域的前輩都非常好相處 其實只要注重 特別注重禮貌的問題 就是因为大家手上都有非常多的工作事务要忙 所以其实你处理工作项目的过程中 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 先自己去尝试自己所想到的方式 那如果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那你要再去跟前辈确认说 是不是方便起教他这个问题 并且要告诉他 你自己已经有先做过哪些尝试跟努力 再跟他一起确认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所以就是你已经是菜疗中的菜疗 但是他们就是都愿意接纳 只要特别注重礼貌 基本上都不会特别为难你还是对你重要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生二选一 非本科系会不会很难找工作 这个部分一定是大家要转职这个领域 其实都会非常担忧的 我一开始要转职软件工程师 其实我也很担心我会不会不是本科系 所以我会找不到工作 那我那时候就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上网爬文了非常多的资料 转职软件工程师这件事普遍来说 其实都是很多人做的选择 很多公司其实都可以接纳非本科系转职 又是加上的T8M有完善的课程规划 所以基本上在找工作都不会太难 帮你培训完之后会帮助你做面试辅导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进入就业面试的机会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 就是我们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除了有一个小组专题以外 然后还有会协助我们做厂商媒合 协助我们面试 最后一个问题 从零学习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 你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一样 最难的都是从零到一的那一部 非本科系的领域 真的会觉得比较挫折或是比较痛苦 但是在学习过程中 因为那个唯一提拔命的课程 他都是会从入门开始教学 然后有钱入城的去慢慢引导 你了解你程式语言这一块的领域 遇到问题 就是当下就是跟老师确认 把问题当下就解决掉 克服个人的挫折跟瓶颈的部分 是比较困难的 个人的挫折有哪些啊 学习程式的话 你可能遇到一些bug 你解不出来 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领域 或是一开始你逻辑能力 可能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知道 你程式要怎么写 才可以符合那个逻辑 尝试更多的努力 花更多的时间 并且跟老师确认要怎么样正确解题 只要你跨过那个门槛 其实你就会越来越顺利 班上也是有就是那种很强的同学 可以问 对其实基本上 想要转职到这个领域 其实大家都蛮愿意协助跟帮忙 也蛮热心的 感谢Lulu回答我们 网友的转职大栽文 恭喜Lulu成为了Java软体工程师 大家给你录了一个朝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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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今天的工程师 与他们的产地 开箱转职的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呢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下次开箱谁 敬你期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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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